韩国这个是我想七敌战术吧 他本身他做这个跟中国大陆关系 完全要看美国了 他现在的外交政策一面倒向美国 那对中国大陆他只是说口头说一说 就是上一次这个尹熙悦到华盛顿访问 他们联合声明后来之后韩国口风就讲了 他说这个台海两岸的关系 不是只是两边的关系 他也是一个国际社会共同关切的议题 那么韩国已经跨过那条线了 在台海问题上他也都发言了 那我想这个韩国来讲的话 他如果自己哪一天睡觉起来说 突然一时兴起讲这话不太可能 当然是美国在背后要求的 那华盛顿宣言就去年这个四月的时候 这个尹熙悦到华府跟美国开这个高峰会 通过这个宣言 里面对北韩来讲他最没无法忍受 就是说美国同意将韩国纳入核子的沟通的 一个核武的一个不服来讨论的一个对象 另外美国的核子潜艇将定时访问南海 那到七月的时候你看他这个二害额级的这个 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有洲际弹道飞核子武器的这个核子潜艇就已经到釜山了 然后接着又到冀州 那这个第一次的时候韩国就立刻被朝鲜就发了 两枚这个导弹 作为抗议 然后九月的时候金正恩就到俄罗斯 然后俄罗斯回来以后呢 去年底吧 那就发射了所谓的人造卫星 军事监测的围造卫星 主要呢 基本上我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要看隐协约的政策是什么 那你知道盐平岛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 它发生过三次战争 对都是南北韩这个关系不好的时候 1999年 这个盐平岛海战 第一次盐平岛海战 那个双方商人文数上百人 那北韩被打死的人有30个人 然后呢70个人受伤 被集成集伤的舰艇 一共5艘 那是真打不是假打 韩国本身也是受伤惨重 死伤惨重 第二次2002三年以后 盐平岛又打一次海战 第二次盐平岛 韩国死了6名军人 然后13个韩国 北韩也是一样 都是死伤惨重 然后2100 2010年的时候 北韩也突然炮击盐平岛 搭死了5个韩国人 所以这个盐平岛是 南北韩关系一个韩鼠表 现在北韩打盐平岛 韩国人是很怕的 所以呢会误判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啦 那再接下来会不会升高 会升高 因为现在美国 现在南韩听美国的 北韩听谁 北韩听俄罗斯的 那韩国的话 影席也很奇怪了 他把这些炮弹啊什么 还有韩国的武器 都送到哪里去了 都送到乌克兰去了 等于说明目白明白白的 跟俄罗斯对着干 结果呢 上个礼拜 乌克兰也发布新闻说 发现俄罗斯发射的这些 导弹里面 飞弹里面 有北韩的产品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南北韩事实上已经在 俄乌战场上已经交火了 在接下来就是在自己的 南半岛上面 可能关系会更恶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你说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还记得在文在寅的时候 南北韩是在讲和解 所以人的因素最重要 选错人了就是战争 选对人了就是和平 其实美国这个 在美国发生这种事情 大家都很傻眼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因为这种他之前 比如说拜登他要去做一个手术 或者说他有一些要住院 事前他都要交代 谁会是他的接班人 什么都讲好的 然后也会发布新闻 那这都有潜力的 那他这件事情 基本上没有SOP 照SOP做 那这就有问题了 可是你知道美国的情报单位 不是只有一个CIA 他有一个情报总监 CIA下面有 情报总监下面管 七八个情报单位 军事的情报单位 也还不是一个 陆军有陆军的 海军有海军的 哇那情报布线非常明 为什么呢 因为情报是要相互来 比对的 你一条线不够 你这个真正的情报 这条线来信号 你要第二条线来比对 这个情报的真实性 然后第三条线再来比照 第二个真实的真实性与否 他要比对的 所以情报都是多线 那这个出在什么 我认为出在整个拜登政府的管理松懈 纪律松懈 这个整个就是说完全没有这种警觉心 这是难以思 难以想象的这种松险 拜登自己一年有半年都在休假 所以他有在管吗 他事实上没在管 而事实上的话美国媒体报道说 事实上Austin没有来开会的时候 他有代理人去帮他开 也没有人问一下说 你们部长到哪去了 就开完会了 就可见他们这个会议 本来就没有很严谨 你这种 不管是你拜登主持的 或者说是苏文主持的 这些高层的这种幕僚会议 那时候 我看美国媒体报道 苏文就 这个Austin就没有去参加 他派了 还不是他的这个副部长 派了更底下的这些幕僚人去开会 居然就没有人问 说你们部长怎么没有来 坐下来就开会 开完会以后 所以说三天都不知道 那所以这个就变成 我认为是 他是一个系统性的 一个大问题 可见美国这个 在拜登的这个领导来讲 是一个很松散的领导 而且他的情报系统也很松散 事实上的话 在一个比较有正常 这个怎么讲的 有情报系统 很灵敏的一个国家来讲的话 总统对他身边的 任何人的家里面的私事 都在寥如指掌 这是他身 他的整个的情报体系 必须要掌握的 因为这些人是 关乎他政权非常关键性的人 所以你说今天 像Austin进了一个医院 进了CPU 总统会没有情报来报 这就等于说 美国整个情报系统 都是白浪费 那些人的钱 你要发生在 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对政府了解 那个时候台湾的情报单位 你每一个高层官员 事实上他的所有的一举一动 第一时间都会跑到哪里 都会跑到总统那边 尤其这种进医院的事 不是小事 我们以前看到很多这种 这种情报是非常灵敏的 没有像美国这个作为一个 两场战争在打的时候 美军都在这些前线 都在那边高度待命的时候 结果美国的国防部长 居然三四天 总统不曉得他出事了 是啊 这简直是荒唐啊 这个国家真的 拜登应该要 要对整个老百姓 美国老百姓出来 谢罪给他这么多钱 给他这么多人 要掌握天下的大事 结果他身边人的事情 他都不知道 还搞什么世界大事啊 可见这架飞机确实有问题啊 当时为什么要让他复飞呢 他当时这个失事的问题 都没有给一个交代 为什么就时间一到一到复飞呢 那还是他的机舰确实有问题嘛 总会飞一半 舱门不见了 还好不是高度不是太高 还好旁边没有坐人啊 对啊 那个人的话就当常被吸出去了 对 对当常吸出去了 很可怕 对我看我有看他们那些 在飞机上那些乘客拍的那些影片 是非常恐怖的 确实 还好高度不是太高 那很快的找到机场 就赶快下来了 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了 不过这个对一个老牌飞机制造公司来讲 这是他的声誉的极大的打击 他自己只会在那边游说 动用各种力量让人家给他的 被停飞的737 MAX 复飞的四航证 可是你拿到又有什么用 你马上又出包了 那现在一停 我看要再让他飞 因为美国首先叫他停飞 那别的国家会让他继续飞吗 中国大陆也好像也有100架 左右的737 MAX 那好像才给他让他复航也不够差不多不到半年的时间 没多久 还没有多久 那一定这个又要继续 继续让他停在地上 这对买他飞机的这些航空公司来讲是极大的损失 我想以后就越来越不敢买他们家飞机了 那宁愿选别家才安全嘛 对啊 CIO 919也不错啊 对不对 为什么一定要买这个有问题的飞机 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很多都是自毁长城 对很多都是自毁长城 你这个波音过去没有这样 对不对 可是现在这老是出包 老出包 对不对 现在很多过去给人家感觉是老牌工业化国家 有一定的怎么严谨度的 比如说美国这个737 MAX 是 然后日本 这个怎么会让一个飞机讨厂上出现另外一架飞机 把另外一架把这个民航机给搞的怎么 搞的这个整个烧掉 虽然没有出大的人命 可是呢 就人为的灾害 也在这些过去我们认为是 是有一定作业标准的 凡是按规矩来的国家现在看起来都乱了 是啊 是不是这个就是说 这个真的是 此起彼落 有人起来 有的国家腾飞了 有的国家正在不断的衰败当中 对 那像美国这个波音的话 过去何等风光啊 对不对 在西雅图 整个城市靠波音啊 对啊 到西雅图就是波音的天下 对 那现在呢 你看波音这自己 自己砸毁 砸招牌的事情都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他们处理危机的时候就有问题 你这个飞机有问题的话 你就干脆 把这个飞机 整个彻底检查一下 给大家一个交代 不能一方面他们为什么美国这些航空公司大公司啊 为什么不认真解决问题 他出问题都找他政府出面 政府就是政治解决嘛 就是要不然就是给人家好处 要不然就是用拳头来压迫别人 那你自己的问题没解决 用政府用政治方法解决 那问题还存在 等到事过境迁他照样还会出事 对 那737max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然会谈到美国内战主要是他的这个共和党的竞选对手 Haley就是North Carolina那个女州长 他提到有关内战 因为他提了内战很多原因 结果他忘记了内战最大的原因 是 蓄奴的问题 南北两边 对于是不是保留这个奴隶制度 产生了很大的春起 所以拜登他就发言了 因为他最近因为他在这个 阿尔瓦的有关的这个 共和党第一个初选1月15号马上就要举行 所以他们大概都在阿尔瓦活动 所以就这是共和党彼此之间的真 就互相攻险 然后拜登就开始打他的另外两个这一手 先打Haley 就讲他讲这个南北战争的问题 他没有讲得很好 所以就引发了这个话题 那当然他基本上 他是他的批评是有他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南北战争 为什么不用谈判的方式解决 他说用战争解决死了很多人 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所以呢 那他当然也提到林肯 他林肯是美国的这个 美国人公认最伟大的总统 可是他为了避免国家分裂 他也是基本上 也是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 那这个是美国的这个政治人物 第一个公开来对于南北战争 的当时状况 做一个当然后见之明 当然 他有拜登有 这个川普也有川普的看法 不过这个是最近他们在 埃尔瓦的有关的这个 初选活动的一个插曲 那并没有造成真正的主流 真正的主流是什么呢 这一次在埃尔瓦 正好碰到1月6号 有三年前美国暴动 骚乱事件的这个 这个三周年 不会暴动三周年 这个川普呢 那拜登呢 先发了一个演讲 他说那一些参与暴动的人 他用了一个名字叫 川普暴徒 他把这件事情 跟川普 他说就是完全 他们两个是一体的 然后他说这些人 他们不是为了捍卫宪法 他们是去摧毁宪法 他们不代表民主 那川普对这些人怎么看法呢 川普说那些人是什么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人质 他说那些 现在被美国 这个司法起诉的这些人 是hostage 他对他们的看法是这样 然后呢 事实上呢 Decentes 他也说 他说这个 对于这些 现在被司法审判的 他们应该要用特色方式来解决 而共和党三分之二的支持者 都认为 美国法院对这些 参加1月6号 这些国会事件的这些 共和党支持者 采取了过当的方式 他们应该得到特色 所以现在 两边交火的焦点在哪里 事实上就对1月6号这件事情 一个定性跟定调 另外还有就是说 这个Clorado跟这个Main 两个州的这个都做出决定 不让川普参加 在他们州里面的共和党的初选 所以现在川普已经上诉 那上诉到最高法院 一般的说法说 最高法院很快会做出裁决 那川普看起来是没把握 他怎么讲呢 他说我希望 我那任命的那三个法官 能够发挥作用 因为八个法官里面 只有三个是川普 川普任命的 所以这个如果川 如果说最高法院说 这个Clorado做得对 或者说Main做得对 川普不能够参加 那川普将来竞选资格会出问题 所以呢 这个照很多美国 现在很多这些政治观想 他们是非常担心的 因为这个会真正激怒川普的支持者 那所以这个会造成美国真正 所以他们在讨论的内战问题 跟这些问题都是相连 就扯在一块 都扯在一起 但事实上最终就是在看 那个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 对 我想就是说中国大陆市场 这个华为的手机卖得特别的好 我听有些朋友讲 在大陆的这个华为的这个门市部门 几乎每天都在排队 大家都还是在抢华为的手机 那最主要还是这个Mate 60 Pro 它的性价比好 那这支手机 它的性能功能上是超越 超越Apple 15的 它很多新的功能 还有卫星功能 然后价钱的话 也是可以跟华 也是跟这个 这个苹果来讲 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所以基本上华为 事实上在 尤其在中国市场 是取代苹果 那苹果事实上 它有一些问题 事实上Mate 60 Pro出来的时候 当时这个苹果 苹果的这个执行长 就飞到大陆去了 那么就还跑到这个 这个成都啊 很多城市啊 很潮的地方啊 那么高调 强调这个苹果 会留在中国大陆啊 可是这好像不是一个事实 就是说苹果事实上的话 在印度的出货量 在未来几年会增加还蛮多的 其实这也是市场 不太看好这个苹果的原因 苹果股价今年开年 开开款以后 连跌五天啊 已经跌了5.9% 市值蒸发了1760亿美元 这个就是它不看好 苹果的这个手机的销售 尤其在中国大陆市场 多了一个这个这么大的 一个华为的竞争者啊 另外一个就是说 整个明年的整个景气啊 那就美国方面 欧美的景气化 这个市场也不太看好 所以呢 苹果股价已经下跌 倒是华为是怎么样 华为是胜利回归啊 所以它是以它的产品 跟它的这个性价比啊 来重新夺回它过去应有的市占率 那它过去曾经是超越 超越苹果了 那原因是因为美国把它的这个 所谓的核心处理器这个晶片啊 高端晶片它断供了 所以华为才怎么样 才退出啊 忍痛退出这个 这个高端手机的市场 可是呢 现在这是什么 是荣耀回归啊 在这个核心晶片 核心处理器会啊 中国制制 华为自己靠自己能力 造了麒麟9000S这个晶片 那么这个到现在 我讲西方国家 这个震撼还是很强的 所以华为再重新得到 它市场的认可 以它的产品来讲 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事 华为起来就是 就是苹果 苹果往下走 所以呢 苹果的股价已经证明了 那么市场不看好苹果 就此消彼长 由此可见一般 对这个 其实啊 受害最深的啊 也不是 也不是罗志正啊 罗志正我想他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政治生命啊 受害最深的是这次民进党的竞选主族 叫什么 中共戒选 对 对因为他被 他这个别的东西就已经 人家已经很牵强了 对 都是中共戒选 什么都中共戒选 对不对 最后我们这个 这个国中生啊 被歌喉的国中生的家长出来 反对费死啊 那个 那个谁 那个不是赖庆德也说 这是中共戒选吗 就被用得太腐烂了 可是最荒谬的就是 罗志正这个理由 对不对 他前面一个这个 所谓的这种 那种 自拍风波 他说中共戒选 他就说 你哪颗冲啊 干嘛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对付你 罗志正啊 对不对 要对付也是对付 对付 赖清德啊 或者肖美琴啊 花这么多东西搞一个什么身为影片 怎么去搞罗志正 没有没有意义嘛 对不对 然后他又爆一个出来 40分钟的录音档 对 对我们都听了 怎么可能是真伪呢 这里面讲的都是非常 跟台湾现实状况 我们都知道的 而且他想要做这个外交部长 想把吴钊燮给他 背后给他干掉 对到到蔡英文那边去告状 这不是就很符合他的 他的一贯形式风格吗 因为罗志正他是学外交的 他也是教国际政治的 所以他事实上他是想要 把吴钊燮的职位取代吧 所以就去掺了吴钊燮一本 讲的也是非常有道理啦 那小英也讲了实话 原来吴钊燮胆子这么大 对不对 明明跟他讲说出去派秘书的 说知语怎么一下变成组长 对不对 他说还 蔡英文说 自我先把他挡下来了 结果挡了没有 也没挡 所以这里面就变成就说 很多网友说 哇原来内部斗子这么厉害 这就是一个官场现行系 这个罗志正想去讨好蔡英文 然后去出谋献签策 另外想谋外交部长的职位 去那边掺了吴钊燮好几本 对这个东西有什么好伪造的 光内容你要去伪造就很困难 就很困难 就很困难 其实算是也很清楚啊 我们贡献很少嘛 所以我不愿意挂名 例如说我根本就没有参与啊 这是你自己搞的啊 对你硬要拉我的话 我是不愿意跟你一起做替你背书嘛 对 只是讲的是很客气 就是不为他这张疫苗背书啊 那这个过程中 那高端啊 一直就用这个美国国务院 合作这个名义 国务院 国务院 可见这是一个欺骗 是社会的一个 一个欺骗的一个手法嘛 所以这个光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那个时候 这一块 那陈时中 他们当时的卫福部 就应该要 要出来说明啊 是啊 为什么 这卫福部变成高端的怎么样 推销员啊 对 一直替高端这条疫苗来推销 到底所谓何来呢 所谓何来 你为什么 不把人命 就人命来当一回事 好好的办 把 培养 辅佐一支国产疫苗 当作耽误自己 最后耽误了人命 最后出来的 你买了500万 事实上 你剩下300万 没有人要打 对 打了的人 最后呢 也不能出国 因为人家不同 没有得到任何 国际机构的 卫生机构的认可的疫苗 人人都不承认啊 所以这个从头到尾 他 不要光他讲 他没有不法 他已经失职了 他的作为是浪费公帑 也耽误了买 疫苗的最好的时机 造成了人命损伤 这个公务员 必须是违法 他就要负责 他失职 赌职 这些都是要负责的 这些部分 这些都需要 蔡英文政府跟陈 这什么 陈建仁啊 这要好好的说明啊 所以我觉得 明天开会的话 是国民党的这个立法委员 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最后结果差距 我觉得是五五波啦 还是五五波 看天气 还有两党的最后的动员 还有最近这几天 会不会还有 再有新的这种 有关民进党人设的案子出来 我认为就是说 这个高端的案子 是重伤了民进党 高端 高端的案子 因为激起了这个全民的公愤 而且他有新的市政出来 对 对不对 那个董事会的这个录音都出来了 先面公布三点 今天昨天又第四点又出来了 我认为后面还有几点 好不好还会出来 这个就跟这个 这个罗智政的这个风波 一样 你让你去 自己再去那边自圆区说 又丢一个出来 是啊 过两天又丢一个出来 看你怎么办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